台北的山區也能下雪嗎 來看看在陽明山的二子坪停車場 深夜疑似有民眾說是不是飄雪了 主要全程被這個即時影像鏡頭給記錄下來 這是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官方即時影像 在二子坪停車場鏡頭前焊起來有白色雪花飛舞 但目前沒有辦法確定到底是真正下雪 還是雨假雪還是冰線冰雨 但是這個畫面光看到很多民眾非常興奮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持續還是在太平山莊 可以看到我現在手上這個小小的雪球 旁邊有一群大學生呢 他們正準備要打雪仗 我們一起來加入他們 同學 他們是一群超級熱血的大學生上來打雪仗 你知道嗎 他們是騎車上 打到我身上 他們是騎車上來的 同學同學 哇你們好熱血 同學可以跟你們聊一下嗎 跟我們聊個天 跟你們問一問 就是你們是不是今天就騎車上來的 沒錯 我們今天三點騎車上來的 五點到這邊 超冷 你們騎車沒有邊騎邊走嗎 有 手指都快凍僵了 我看你們穿得很少耶 你們從頭想說這樣就衝上來 然後我穿四件了耶 這樣已經很多了吧 我也不知道了 已經覺得很多了 除了手以外都還可以啊 今天後面同學還持續一直在攻擊你 好我們等一下再回擊好了 那再跟你問一下說 像你們這樣上來看到這片雪景 第一次來嗎 對 沒錯 第一次看到雪很開心啊 超漂亮的 了解 恭喜我們一起追雪成功 我們同學一起喊一下追雪成功 好嗎 一二三 追雪成功 好 你可以看到呢 現場還是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現場還是有很多的民眾在這邊 在這邊 欣賞雪景 然後順便看一下這個難得 因為在太平山莊這邊 已經很久沒有下雪了 不過現在山上的溫度呢 大概是零下九度左右 真的超級冷的 所以整個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有規劃 接下來晚一點要上山來欣賞雪景的話 一定要做足準備 以上就是目前現場最新 我們先把時間盡頭交回棚內 謝謝